《青少年團計》 《青少年團計》 接下來暑假7月中 我們會有一個 teens leadership camp 今年我們的目標 是可以填滿 300多個位置 我們sector 的teens ministry 暫時已經有17個朋友答應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新的 從來未來過的朋友 等下小孩去到一個 兩天一夜的retreat 最令我難忘 就是有一個分享的環節 就是一個 幸運是我的分享環節 我見到所有的男人都起床 差不多去分享 怎樣去表達他對太太的欣賞 有一對夫婦 竟然我們reach out了很久的夫婦 去到當中見到那個情況 男人都忍不住 要拿紙巾去抹眼淚 所以我覺得 他們分享 他們說 我見到 其實這個 很感激 他感激我們帶他來這個retreat 能夠有一個夫婦妻 我們這麼好的關係 這麼表達 這麼謙卑的男人在這裏 我說 為何那些男人 可以這樣說話 對太太這樣 好想分享 就是 在我sector裏面 剛好 在這個5月1號 就是我兒子生日那天 就有個baptism 但其實我很開心這個baptism 因為 其實是 他的茶宴班 是我們sector裏面 一個single的茶宴班 他們有七個姐妹 他們的目標 就是 今年要幫七個女孩study bible 其實他們baptize 了這個之後 這個朋友叫Eva 他們baptize 了之後 其實他們還有四個study 有一個已經study到design 裏面 廣州經過不同的風浪 最近他們有170個人 上一次sunday service 有220個人在這裏 Chester講道 講道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如果有哪一個是有興趣 看聖經的時候 可以出來 結果 有16個人出來 每人拿了一本聖經 這個不是缺字 這個只是拿聖經而已 第一個好消息就是 CP的媽媽鄭太 在十格下女人的baptize 終於在4月30號 就受洗成為基督徒 一班的十格媽媽 就是服侍她 等了她十年之久 終於我們見證到她 鄭先生分享她 跟著一家人落水 就很感動 還未完的 因為 接下來的星期六 我會繼續count course 希望在星期六 會受洗成為基督徒 希望在星期日 會受洗成為基督徒 在星期六 會被洗成為基督徒 在星期六 會被洗成為基督徒